江山设计 江山设计 什么意思呢 有位叫严子祥的先生认为 江山讲的是古时候的坐标地图 而设计是讲着政府和老百姓的口粮 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的办 看天的多条 新道日报 数码经济推进快车道了 习近平主席说愿意与全球分享 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 欢迎外企投资 中国时报也讲 习近平讲了 说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的办 这是中共常委王沪宁参加大会 也讲话 经济日报互联网大会节目 习近平强调网络的主权 提倡全球共治 中国的大门对外大门是越开越大 明报报道 另外是习近平祝贺互联网大会 马云库克都在城 这个机器不会替代人的 环球时报有一篇社评 莫将互联网的开放与主权对立起来 另外是新报报道 参加大会的主要BET 三位领导人马云 马化腾 李彦宏 都分别对机器的讲和人工智能 做了一些畅好的说法 经济日报 但是库克担忧啊 人类思考有点像机器了 这新大日报 世界政党对话在北京举行 然后通过了北京的倡议 大公报也在讲 全球政党俱例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而且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理念 这是北京宣言的具体的几大块 另外是新大日报 政党的大会显示出 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的自信 旺报也是说 另外注意到中国是重自己的文化自信 而且也不输出中国的模式 这介绍文汇报 那么又星期三一个重要的会议 在广州举行啊 财富全球论坛 那据外媒报道啊 这是个加拿大总理也来参加 中国是马云马化腾参加 西方世界是沃尔玛和这个苹果的 头头都来 另外是那这回活动呢 其实要进一步的宣传广州 广东啊 广州啊准备拿出多少钱来搞宣传的 45亿人民币 是不是往我们这也登点广告呢 这是CBC啊 介绍啊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啊 启程又来中国访问 南华早报认为呢 他最会主要是来谈自贸的问题 为什么呢 北美自贸协议呢 谈得不太顺利 现在干脆到中国来 他希望把世界第二大这个内需市场呢 做大做强 这是加拿大当地的报道 讲啊特鲁德要来中国访问 第二次了 每日新闻 那日本的 现在呢 日本政府对这个准备参加一带一路的 日本的民间企业呢 给一些指导方针 另外是中国时报 一带一路主攻啊 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 这是好莱坞的一个报道 专门分析中国市场 他中国市场 美国市场做比较 大家这个票房都非常接近了 那么但是爱看电影最红的第一是什么呢 是动作片 第二是什么 喜剧片 爱情片呢 现在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另外中国市场是年轻人70%以上 都是网购 美国只有四分之一啊 很有意思 另外是中国时报 较终正时啊 中国和梵蒂冈的高层政治谈判 已经有接触 而且他乐意出访中国 双方都在释放善意 星岛日报 美国和韩国今天4号举行大规模的空眼啊 出动230架战机啊 各种飞机 其中有6架F22和12架F35 雷达打开 好好看一看 所以朝鲜警告 你要这样玩 我就玩核战 但是呢 韩国说我也不闲的 中共中央日报 韩国陆军组织了1000人的斩首部队啊 朝鲜那报道就是说外务省发言人痛斥 美国和南朝鲜傀儡的联合空中训练啊 联合早报 朝核危险严峻啊 现在美国议员处啊 让在美国的 美国在朝韩国的军家属啊 赶快撤离 另外俄罗斯说战争的有关方面 朝鲜准备 我们也在观察 也在准备啊 联合早报 美国考虑呢 在美国的西海岸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 那么就是开始对朝鲜的发展 有点不放心了啊 但是呢 五角大楼说 无法证实正在寻求 新地点部署萨德系统的消息 也就是说美国西海岸 国防部不确认这个消息 这朝鲜的报道 金正恩在视察鸭鲁江的轮胎上 因为这轮胎上是生产干什么的 就是导弹发射车的轮胎 得到金正恩的表扬 南华早报 现在进一步的制裁朝鲜啊 现在蒙古 让这个有1000多个 有工作证的朝鲜人回国 取消他们的工作证 因为什么呢 这是联合国制裁的条例之一啊 共同网 共同网 讲的是日本的公民党 也是执政党之一啊 跟中共的高层会谈 就朝鲜半岛无核化 达成一致啊 那么这是韩联网 中国的游客啊 不去韩国了 因为这个萨德的问题 现在韩国少收了多少钱呢 450亿人民币 但是又有个团去了啊 这叫破冰韩国游 这是星期天电讯报 也是讲什么呢 讲这个特朗普啊 达成了协议 什么协议呢 减税协议啊 他这个利得税 结利得税减得很厉害 那么有35% 一下降到20% 这将引起一个重大的震动啊 环球时报 美国最大的减税 会引发竞争性的减税 各国可能都要减税啊 香港报道 现在 美国呀 到现在不给中国市场地位啊 市场经济地位 现在中国商务部社将到WTO 去裁决起诉啊 华尔街日报 特朗普政府呢 接近完成了首个国家安全的战略啊 这是大公报 那么华尔街赚了大钱 银行家今年花红要增10%啊 非常之多 去年的花红是多少呢 平均啊 是券商的是13.8万美金 那么今年要增10% CN报道 讲美国退出了全球的移民计划 美国之音也在报道啊 那么因为说这个计划 有损美国的主权 信报报道 特朗普反击啊 关于通俄的报道 他说早知道弗林在说谎 但这句话呢 有点可能是妨碍司法公正 所以民主党就说 你妨碍司法公正 但是能怎么办呢 你能弹劾特朗普吗 根本票数就不够啊 所以中国时报说 认为特朗普是跑到政治森林里的一个兔子 哎 夸此报道 讲什么呢 现在兔子啊 不仅是一个 现在还有老鼠 现在发现白宫里面有好多的老鼠和蟑螂 40箱啊很厉害啊 这是新道日报 那么今天是国家的宪法日啊 中联办主任王志明说 必须认同中共的领导 另外是旺报报道 中国大陆明年要三言啊 主要是金融地产地方债务 要重严监管 那么经济增长 依然可以跨过6.5的红线 为什么6.5呢 估计会到6.6 红线什么意思呢 如果太低的话呢 两个一百年的计划就是有可能啊有困难 经济报 北京整顿叫什么 现金贷研查私募股权机构 那么要注意这个啊 另外是华尔街建文讲什么呢 这个各城市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排名啊 蓝颜色的是公司的数量 黄颜色是市值 排第一是北京啊 可能央企多深圳第二 上海第三杭州第四广州第五 南京第六佛山 哎呦然后就是福州啊 这是证券时报啊 讲什么呢 深圳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超过上海 什么情况呢 创新零零 这是新老师报 不分地区特色小镇建设的规划啊 注意特色小镇有前途地产上真真真这个造成的计划 这小城镇啊 那话找吧 榴莲现在拥到大量的香港 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转到香港再传到内地去啊 另外是台湾同胞到福建来工作啊 只要大学啊 这个这个是学历高的话 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 最少先给你半年 哇这是吸引人的好方法啊 但是呢 现在中国人出口扩出手扩呀 联合早报 说现在日本人才外流啊 而且大势所需 全都流到中国去了 所以日本也在报道 注意注意日本人才全到中国了 哎 因为什么工资不一样 夸子报道 哎 看着全球原始能源消耗 每年都在增加 但是传统的矿石能源 依然占的比重很高啊 新兴能源依然还是有时间啊 这是环球时报 孕九鸡群解放军的啊 一大群飞到南海 搞空头训练 往哪空头 往交道上空头 大公王也有报道 嗯 另外是 环球网报道 中国的首 首艘 国产航母离港 进行海事吗 专家说这是谣传 嗯 不要信谣传 观察者 美军的高级将领认为呢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建造 太空武器 针对美国的卫星 CN 也是同样的报道 好 另外是澎湃 现在伊朗有个港口的意气工程 这个港叫什么 恰巴哈尔港 嗯 开通了 欢迎中国来投资 在哪儿就在这个位置 啊 就巴基斯坦伊朗之间 嗯 那么这是中国时报 那么特朗普 准备要承认耶路撒朗 是以色列首都 这是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愤怒 为什么呢 1967年以前 咱们看这个地图 白颜色的是以色列 这个深颜色的绿的 这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地方 到2000年 现在这个 现在半个世纪了 快半个世纪 白颜色是以色列 这个绿颜色 就巴勒斯坦人居住 你看 蚕食的没了 包括耶路撒朗也是 所以这个问题 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纽约时报 这个CBS 是个这个销售药的 一个连锁店 他现在准备啊 把这个卖药的保险公司啊 叫阿特纳要买下来 花多少钱呢 花690亿 啊 这是著名的一对兄弟 叫什么呢 叫温克莱奥斯 温克莱奥斯 这一对兄弟呢 当年搞这个Facebook的时候呢 他认为 这个诸葛伯格 偷了他的版权了 于是诸葛伯格给了 赔了他几千万美金 把搞平了 搞平他买 买这个比特币 花了一千万美金 结果现在一千万 成了十亿美元了 但比特币是高风险 他钱来的容易嘛 所以也就这样 但是现在英国人认为 百分之五十的人呢 认为不应该投 为什么呢 成本太高 要掏几百亿欧元啊 他不乐意 所以现在又想 再搞公投 所以Miro啊 就劲爆说 所以这个特雷沙梅呢 当年的这种话说的 太不慎重了啊 太太太太简单了 这是文汇报 欧洲的避税天堂 列了二十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美国和英镑 英国没有列上去 为什么呢 自己朋友们要放生 没标准 德国的啊 现在德国花钱 给所有的难民啊 让你们回家 回老家啊 最多给你多少钱呢 给你三千欧元 少的话一个人 也给你一千欧元啊 这德国之身 华尔街见门 这讲什么呢 讲这个有钱人啊 个人资产占的国家GDP的比重 看见没有 红颜色是俄罗斯 他比重不高 就整体不高 但是呢 中国呀和美国是一致的啊 在这方面 所以国家和个人都有钱 那么欧洲呢 又差点 法国呢 个人多 政府减少啊 所以国家啊 这个像俄罗斯 收入不平衡的问题 很严重 为什么严重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那么俄罗斯 这蓝颜色的 他1%的有钱人 占的GDP的比重这么高 你看这是美国的 可是呢 美国其他国家呢 是这样都比较高啊 这个我就不细细比较了 10%的啊 另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认为新加坡 这个我国说的 新加坡啊 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啊 这个国家啊 另外是 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 签订了北 冰洋的禁渔协议 16年 不能到那打鱼去啊 注意东京要注意啊 微报报道 现在印度的雾霾很严重 斯里兰卡印童原老土啊 在那吐 比赛 不是比球比兔啊 袜子太臭 印度一个乘客 遭到警方的逮捕 把他袜子给他判个刑 这是新岛 哥斯达尼加 这个女的美国人 到那游泳被杀一个咬死了 看这个警察 这个大卡车差点掉到桥底下 他抱着一个轮子 把司机给救出来了 明报报道 美国一个70岁的妇女 制止这个避玛毒 让他做谁试验呢 拿邻居做试验 现在给把他逮捕了 这是纽约大都会的指挥家 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性骚扰 男童 被人家告了 广告回来 季度报 美国减税 不容忽视 请看天天焦点 经济日报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 中央央说 美国减税 对华的影响 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注意 它的外衣效应 中国要审慎的应对 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 说减税对我国有一定的冲击压力 但是也可以转化为改革的契机 这么我们会分析 美国减税对中国是挑战 也是契机 我们看一下 美国这回减税 把企业的利得税 由35%降到20% 而且减税有好多 大家知道美国如果在外国工作 他交了税以后 回美国还要补交差额 就避免双冲税 税收协议这个 现在如果你在外国交了税 完了税 你回过以后就不用交税了 那么这是干什么呢 就是低税制来吸引 全球的资本涌向美国 大家知道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资本就是谁 资本也是爱往低成本的地方走 为什么呢 资本的目的就是要 追逐最高的收入 那么收入高 必须利润成本低 那么利润才能相应的高 所以我老说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出流 那么资本也是往低成本走 那么人往高处走 想挣钱多嘛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回 美国一减税 将对我们中国产生一些影响 主要的影响呢 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国际收资 一个是外汇的储备 一个是汇率的变化 大家知道 如果突然 因为大家都是投资嘛 资本就找了个便宜地方 去投资 一便宜钱 假如都涌向美国的话呢 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 大家知道三万多亿美金啊 三万多亿美金 可能有人就想把这些钱拿出来呢 到美国去投资 所以外汇储备可能会有减少 另外是收资啊 可能资的部分要多 要投资去了嘛 收的也可能因此受影响 所以这长远的不是马上见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 都涌向美国 美国钱多了 他就通过膨胀家具 家具干什么 他叫涨息 涨息的话呢 那么也就产生一个大量钱往那边走呢 那么人民币的汇率可能要扁 扁不一定是坏事啊 从外貌上 但是也不一定是好事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 所以由于这样一赢 就可能美国点燃了一个 叫全球的减税战争的战火啊 为什么 那美国减税 人家想把这个钱留住的国家 是不是也考虑减税呢 你们像欧洲有些国家 已经在尝试了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企业利得税和企业的中国税收呢 跟美国差不多啊 不是差得很大的 那么如果是中国税收和美国税收差距很大的时候呢 那么对这个吸引外资啊 中国吸引外资有影响 刚才我们讲了 那么所以这个刚才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有篇文章 这可能是个重要的契机 为什么契机呢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税 我们中国的税呢 税率现在如果对改完的美国税率呢 是比较高了 相对比较高了 但是没有改钱大家都差不多 那么相对比较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大家知道 中国在吸引外资的时候 经常有减税免税的政策 所以一方面高 一方面有地方还低 另外还有叫什么呢 叫这个无厂式的支付 就是转移支付特别多 转移支付什么 就是各种补贴 这个补贴那个今天 这个今天那个退税的 各种今天又是这个支出 这一般人是搞不懂的 到底税高还是税低呢 税高是高 但是呢 如果你是特殊的行业 新型行业 他们又减税 还有补贴 所以大家就比较乱 所以现在呢 其实是给 如果真的美国改革成功 我们还要观察 那么可能给中国的税改 是提供了一个机会 提供了一个契机 如果不改 如果他真的有成效了 那也罢 那么我们必须跟上走 如果他没有有成效 我们不改 那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讲税改 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是讲的流水 讲资金往哪儿流的问题 跟你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好 明天会来 继续给大家吃饱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